OK 好,那感謝 遠端James跟怡萍的連線 那接下來下一位 下一位講者其實很有趣 我常說啊,在這邊training的時候 常跟這些學生講說 如果你是因為一份工作 那他很賺錢的話 你去選擇他 然後你在做這一份工作的時候 你對這個東西可能 一開始是陌生的 然後你不見得喜歡他 然後你嘗試說 我做了之後再慢慢培養 出興趣出來 那其實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正確的選擇應該是說 我有某一項技術 我喜歡這個東西 我專研下去 那我可以用我的技術 去專研我的興趣 同時如果這一個興趣 他是可以賺錢的 哇,那就太棒了 接下來這一位 HC大大 他真的是很多斜槓 那他是一位coder 他是一位工程師 那他同時也是一位攝影師 那同時也是一位媒體人 那他把他的技術 然後融入漸漸變成是 他甚至在做reader這一塊 那有很多資訊 然後跟媒體 他的技能跟他的興趣 然後做個結合 那他同時也是我們第一屆 閃密總召 那這一次時間就交給我們的HC大大 好 大家午安 然後就是剛 就台南東西太好吃了 剛吃太飽 現在有點想睡覺 對,所以 等一下講不好 大家就是多包涵 然後而且不能用自己的電腦 有點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辦 好 那今天主要講就是 科技與資料新聞的碰撞 然後就是那時候投稿的時候 其實就是對 只想要來台南吃東西 所以也沒有想太多 然後剛剛在上台前 我就想就是這個主題 到底跟GNV有什麼關係 後來我終於想到一個非常好的連結 就是GNV一直在做開放資料的部分 那很常有一些project 就是有了資料 然後也幫忙做了 比如說爬蟲或什麼 把資料從政府網站抓下來 然後加上開放授權 但接下來就不知道怎麼辦 或沒有人去用的 那其實我在1、2年就是跟著村長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就高家良一起開始做GNV 那時候也開始做一些資料 但後來就是終於發現 在新聞上也可以把這些東西用上去這樣 好 然後就是我們剛在那個 講者休息室開玩笑 就是以前在台北參加社群都可以刷臉 就不用悖劇 然後到台南就不行 所以我還是不能免俗的 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好 那我一直以來 就是長期就是在Open Source的 就開放原司碼的社群 然後就是主要是辦一些活動 那在03年開始 大概辦了10幾年 Open Source相關的Conference 那一直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在雅虎待了9年半 接近10年這樣子 那那時候也是因為太陽花 就是看到某一個 就是最近要被關台的電視台 然後就說臨時政府是什麼 什麼叛亂組織 我就說 怎麼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對 就跟我認知好像有點落差 後來我就想說 後來有機會 那時候包折要成立 然後剛好有朋友 就是問我說要不要過去幫忙 然後我就去包折 然後在包折一年之後 就是進成立 然後就是進的老闆就來找我 然後我就過去了 對 那中間當然是下略五千字 所以這個不是今天的主題 好 那在進 那時候會進去進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有比較多的resource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 就是新聞可以怎麼做 就是除了我們現在 常看到的包含平面 包含電視 包含網路 就這些新聞媒體之外 那我們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所以一直想要做一些 新的不一樣的媒體的實驗 那所以Reader就是我在進 就是算是一個site project 就是我在進的角色 還是技術長 所以我還是要負責進 所有相關的網站的技術的部分 但是老闆有給我一些空間 就是讓我可以做自己的site project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網站 新聞網站叫做Reader 那Reader主要就是 幾個部分的實驗 第一個是內容的實驗 所以基本上在Reader 所有的新聞都是跟資料相關的 所以我們就是專門做 資料新聞的一個小的媒體這樣子 然後目前應該台灣也只有這麼一個 對 專門在做資料新聞的媒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有嘗試 在做媒體的營運的創新 然後這個目前還在嘗試中 還在找摸索中 對 那今天雖然不是要講資料新聞 但是後面很多就是技術的部分 在新聞上的應用其實都跟資料有關 所以我們稍微簡短的用一張頭影片來講一下 什麼是資料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在2018年就是九合一大選之後的隔天 然後有一個平面媒體就是報紙 四大報的某一家報紙出了一篇新聞 這篇新聞是說 高雄有一個計程車司機換了一台賓士 然後我就看到這則新聞 我就覺得非常納悶 就是所以這則新聞到底要跟我講什麼 就是有一個計程車司機換了賓士是指 高雄從此所有計程車司機都可以換賓士嗎 還是就是對錢進來了 對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個事情其實 這個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 可是其實我們很常看到就是 媒體在報新聞的時候 會用比較有時候是比較劣期 有時候是比較我不知道 特殊的案例來涵蓋所謂的一般的現象 那我們希望透過資料的方法去找到比較宏觀的看法 這樣子 那所謂資料新聞其實就是 大概我們在做大概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你找到一個你想要講的故事 可是我們會用資料去討論說 我們的認知是跟實際上的狀況是相符合的 比如說我們一直在說 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喜歡用中國用語 那這個是我們大家的認知 那有沒有辦法去證明說這件事情是成立的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靠資料來做 那另外一種就是直接從資料去看說 現在有大堆資料 那我們可不可以從這些資料發現一些 新的看法或新的角度 比如說之前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那推特就有一次就公布了幾百個帳號 是他們就說這個是跟散播反送中的 不實訊息有關的帳號 那就刪除 然後把這些刪除的帳號跟他們的所有推特 全部公布在網路上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東西 這些資料去看說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從這些資料去找到的insight 好所以其實當我們進到新聞的編輯室 我們就會發現說其實技術可以幫忙 新聞很多事情 那這邊就列舉幾個 比如說資料收集這個是最基本的 然後也是最常用的最常發生的 然後也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原件 然後另外就是資料分析 那有時候會用到machine能力 雖然機會不是很大 但就是至少在我們read的新聞有用過這樣子 然後非常常見就是資料視覺化的部分 那這個是在我們分析完大量資料之後 怎麼讓這些資料可以讓一般讀者 非常容易的去接收 然後比較好笑話 不然大家通常看到一大堆數字 就是先跳過 那怎麼用這些做法來吸引讀者 那這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CHABA在前幾年非常夯 但其實在新聞上也有可能可以用到 那另外就是我們非常常見的互動式的新聞專題 這個等一下後面可以再講 那或者是新聞遊戲等等 好 那收集資料其實是 基本上在我們Team來講是非常日常的工作 就是幾乎你要做大部分的資料新聞 都會從這邊開始 那收集資料有非常多各種的形式 比如說一般的crower 就是你可能寫一個爬蟲 就是用各種任何語言 就是對 都可以用 那一般的爬蟲 或者是比較複雜的 它可能是透過前端JS去Render的頁面 那你可能要用Celanium等等的 那這些就是我們日常在做資料新聞的第一步 所以一般的資料收集大概是這樣 那有些資料是非常難收集的 非常 對 那我們就會希望透過其他的方法來做資料收集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做過一些專案 就是大家知道政治獻金吧 需要解釋嗎 應該不用 對 那在去年以前的政治獻金是 這邊有人沒有NAS不用繳稅的嗎 應該有 應該沒有吧 好 就是大家雖然每年都有繳稅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就是政治獻金的資料 雖然候選人必須誠實申報 但申報完就會被鎖在監察院 對 然後各位納稅人如果要看的話 就是必須本人到監察院 從台南還要坐高鐵上去的電源 然後去那邊坐茶院 那你如果要印出來的話 還要付給監察院就是引印的錢 才能把這些資料帶出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進到監察院 把這些東西印成紙本印出來 然後再利用鄉民的力量 就是在網路上打字 幫我們打字 然後把這些資料收集 然後做成電子化 那也因為這個動作 讓我們終於在去年 監察院終於 我才講到第三章 然後就跟我說剩十分鐘 好 對不起 好 就終於在去年 我們就可以就是上網去查詢 就是各種政治獻金的資料 然後另外就是選舉看板 是政治獻金的一個延伸 就是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選舉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選舉候選人 會掛看板 那看板其實是 或者是行銷 其實是選舉非常大的一個費用 但是它不一定會被誠實的 呈現在政治獻金裡面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希望 透過讓大家去收集這些看板 然後去印證說 他們在政治獻金裡面 到底有沒有申報 但當然沒有申報不一定是非法 因為它可以說我用自己的錢 或者是樓下鄰居非常好心幫我掛之類的 但我們就是希望可以把這些事情做更透明 那另外去年我們有做一個2020總統大選的40X 大家知道這個project嗎 有人有聽過嗎 好 大概有三個人聽頭 好 雖然只有10分鐘我們還是講一下 就是我們一直在說 就是有些候選人就是不肯說實話 就是 對 好 但是我們很難去量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跟很多媒體合作 包含公司 包含關鍵評論網等等 那我們就是去收集這些 所有 對 兩個總統候選人的 兩大黨的總統候選人的公開談話 那把這些錄影帶上傳到YouTube 然後切成每30秒 20秒 30秒的小片段 然後讓鄉民上去打逐字稿 那這些逐字稿被收集完之後 我們就會有志工去幫忙標示說 哪些可能需要查核 然後再透過合作的媒體 一起來做這些實質查核的工作這樣子 那這也是收集資料一個非常困難 但是有趣的一個工作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台灣政商人物的資料庫 但因為我只有10分鐘 所以我就先跳過 因為這個等一下5點還會講 5點 對 好 然後 所以我們重要進入 對 重點 資料分析是一個非常基本的 做資料新聞非常非常淺段的一個工作 所以舉凡一般的統計 或者是相關性 或者是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推特的東西 或者是今年COVID 所以我們也是去搜集了大概幾千萬筆的推特 然後最後我們就是把它丟到 SQL的資料庫裡面 然後讓它可以做固定 做各種分析 或者是統計 那這個是非常daily的一個job 對於這家新聞來講 然後另外就是語役分析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去看比如說斷詞 然後看就是term frequency 就是詞的頻率 詞頻 那其實在新聞來講我們後來比較常 就會去用語役分析 就是 就是詞頻有時候我們會常常發現會有一堆雜魚在裡面 就是你啊我啊的啊這些 那後來我們就是去跑TF-ITF 有人知道TF-ITF嗎 就是 然後機器學習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我們在 剛剛提到就是反送中的推特刪除的帳號裡面有用到 那這個非常有趣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當我們拿到這個dataset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為什麼這些是被認定是所謂的網軍 然後我們就透過機器學習就是machine learning 然後去看說這些被刪除帳號到底有什麼特性 對然後我們就找到幾個特性啊 就是分數比較高的特性 然後有一個就是非常有趣就是紅色是被刪除帳號的發文時間 藍色是我們另外去抓大概相對1比1的random的推特帳號的發文時間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這是以亞洲時區來看 所以被刪除帳號的發文的時間大概都是比較接近上班時間這樣子 然後高峰大概是9點就是剛上班就先發個文 然後可能就到處再去逛一逛之類的 對 好 然後視覺化非常重要 就是剛剛提到就是你做了那麼多分析之後 然後你如果你是出一份什麼報告 就是非常長的報告 然後請讀者要去讀這份報告 就沒有人要理你 所以資料視覺化是其實是在最終端 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防衍非常非常重要 對 那這個是我們今年在做COVID的全球視察盒的一個報導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時間點 然後不同的不實訊息在世界各地發送的狀況這樣子 那這是非常基本的一些infographic的視覺化 那有些比如說我們目前沒有用到啦 但是有在想像比如說3D或360的這些事情 那另外就是Map嘛 Map大概應該就很熟了吧 就是剛剛幾分鐘我沒有看到 好隨便 好 就是地圖就是 其實我剛剛有貼一張圖 就是剛剛前面機場講到 就是口罩地圖其實就大家很熟 所以地圖其實也是一個資料呈現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做法 對 然後我們自己其實也蠻常用的 只要有地理資訊有關的話 好 那TrapBar就是對話機器人 那其實對話機器人可以用在新聞上嘛 就是其實是有機會的 我們今天有做一個跟武漢肺炎相關的專題 就是武漢肺炎知識家 那其實我們就是根據大家應該還有印象吧 就是那時候每天就是CDC都開記者會 那我們就把這些記者會的回答內容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一個問題 那就輸入到資料庫 然後那時候我們原來是希望讓讀者 可以用問答的方式來跟我們的系統聊天 然後得到他們想要的資料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用了GCP的一個服務 叫做Dialog Flow 那基本上你就是丟一堆context進去 然後把這個Flow訓練一個可以跟人對話的機器人 那後來其實我們已經實作差不多 但後來發現 User都是非常直覺就直打關鍵字 後來就是發現這個沒有用 就沒有上寫這樣子 對 然後互動式專題也是非常常用 就是是一個可以吸引讀者閱讀的一個勾子 比如說這個是卧槽前幾年做的一個專題 然後他就是讓你讓User去猜說 所以你覺得這幾年的失業率怎麼樣 你就可以自己用滑鼠或對 就用手畫 對 那畫完之後你就按畫好了的那個按鍵 它就會出現正確的結果給你 然後你就會想說 怎麼跟我想像差那麼多 對之類的 對 好 然後比如說我們自己很常用Police 大家知道Police嗎 我不要自己上網Google 好 總之就是一個有點像是問卷 可是它是讓你做意見的討論 就是它不是對或錯 它就是把比如說藍跟綠 我們好 這個太敏感 比如說民主黨跟共和黨 對 大家都覺得這兩邊好像意見分歧 很多歧義 但其實我們如果仔細去分析的話 就會發現其實他們可能很大部分意見都是一樣 那只是因為找部內建不一樣 然後他們就會產生這些奇異 所以Police基本上就是找出大家奇異的點是什麼 對 好 那我們非常快速的進到最後一頁 所以新聞遊戲是一個很花時間 但是有時候很有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個是圖文不符做的就是 那個古蹟為什麼都會自然的一個非常有趣的遊戲 對 所以大家就是想玩玩看的話可以上網查一下 圖文不符 然後古蹟自然就可以找到 那這個是我們Tim做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做雙北租屋 對不起 泰南人沒有這個困擾 好 就是在台北 就是台北或新北租屋其實非常困難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讓讀者實際去體會說到底有多難 那我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基本上背後的資料就是真實的資料 這樣子 好 還剩一分鐘你看 非常厲害 好 所以 基本上我們的資料都是開放的 然後我們的原始買都是開放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 就把資料抓下來玩一玩這樣子 然後 對 這邊有QR Code 好 然後我有帶一些貼紙 就是Reader的貼紙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 等一下休息可以來跟我拿 這場有觀眾要提問的嗎 哈囉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怎麼決定要做哪一些題目 然後每個題目大概做多久 中間來回討論溝通過程 還有困難在哪裡 謝謝 有好幾個問題 所以我其實短期記憶不太好 不是 長期記憶更不好 所以好 讓我試著回答一下 我們怎麼決定要做哪些題目 基本上 我們team非常有趣 我們team大概有10多個人 然後 所以基本上每個禮拜的例會 就是禮拜一我們會開整team的例會 然後 就大家都可以提題目 就是比如說工程師或設計師或PEM都可以提題目 所以這個題目就會經過大家投票 就是 如果這個辦公室裡面的人覺得有趣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做 好 然後 這個是跟傳統的編輯是非常不一樣的 對 然後 我們早期也是記者提題目 然後總編輯就是我本人 對 就是說了就算 然後 但其實常常會發現很多盲點 就是我們都會說 如果你連這個房間裡面的人 都說服不了說這個議題很重要的話 那你怎麼說服台下這些人說 這個議題必須要看呢 對 好 然後 通常要做多久 這個非常depends 就是 比如說 我們剛剛提到政治現金 那個資料整理 就花了大概兩個多月吧 所以整個住宅其實非常久 所以 但有些題目就非常 相對算比較快 比如說我們前一陣子做了 2020年台灣票房的分析 那 那個就是連從爬資料 然後分析到完成 大概花了不到一個禮拜時間這樣 所以就是 depends 好 欸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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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呃 台灣政府要對媒體關台 好 這很尷尬 好 設計事物 我想想看 就是 但這個本來就是法律有規定嘛 所以換照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 呃 本來就應該被被進行 對 那到底 呃 review 的結果或什麼 那 那是另外可以討論的事情 對 然後 但有人說這個跟打壓新聞自由有關 但我不覺得啦 所以其實 尤其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有發聲的管道 就是 而且在網路上每一個節點都是平等的 所以理論上 就是 比如說像很多網紅的發言生涯都比reader大很多啊 所以 對 就是關台到底就是代表什麼 就 大家可以討論 好 這系列報導 呃 第一個是要定義這系列是哪系列 好 呃 其實我們每一個題目的成效都很不一樣 比如說 呃 剛剛提到2020總統大選的事實插合 就是還 回想還不錯 那或者是之前的 政治現金的回想也都還不錯 那當然有 呃 回想就是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多人看的 比如說 我們也做過 呃 原住民傳統領域啊 或者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 外籍 不對 就是新二代的 對 新二代的教育問題 那這些就是可能 關心的比較沒那麼多 那 回想當然就是有差別這樣子 好 欸 問題這麼多 真的回答得完嗎 呃 怎麼讓好 有什麼好方案可以讓記者一起參與 直接說 喔 我們家記者現在全部都要會寫R 對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簡單 就是直接R拿起來就可以操作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 呃 現在工程師的工作 大概就是幫幫忙做那個視覺化的部分 或者是有非常複雜 比如說 呃 呃 剛剛提到 呃 今年的 呃 呃 對 COVID的Twits的資料總要有 我忘記了三千多萬筆吧 那 就是一般電腦就算跑也跑不起來 所以就是工程師要幫忙這樣子 對 如何有辦法去 如何有辦法找錢做資料新聞 就是叫大家付錢啊 好不好 欸 真的很嚴肅 好 不要開玩笑 就是 欸 大家知道 就是做新聞都要成本 這件事情沒有疑問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們不付的話 就是一定會有人幫你們付 這個也沒有疑問嘛 不然就做不下去嘛 所以你就是 如果你不付的話 那你就要知道 誰幫你付那個錢嘛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是非常簡單的經濟學 好 呃 效果最好 剛剛有提過 所以我們就先挑過這一題好了 呃 租屋議題有考慮原生做社會公仔嗎 呃 最近還蠻熱的啦 所以 就是我想想看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如果我可以租4萬的房子的話 我應該有考慮 好 呃 有沒有題目最做 有新發現 有新發現 停損點在哪裡 呃 這個都還蠻常有的 就是 比如說剛剛提到 我們在做Twitter資料 那 那 原來就沒有什麼想像嘛 所以每一個發現都是新發現 然後停損點在哪 就是 就是當你資料分析得差不多 然後發現就沒有任何insight可以出的時候 你就趕快喊停 對 但也沒有趕快 通常可能是一個月後 然後就是記者就做了一個月白宮這樣 請問資料的正確性真的會被媒體老闆重視嗎 有沒有遇到 欸 也挑太快了 收視率點閱率關確 呃 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點歪 就是第一個是 呃 會被媒體老闆重視嗎 我覺得應該是 讀者要不要重視啊 就是如果連讀者都不重視的話 那就沒什麼好說的啊 對 老闆其實不太會看啦 老闆就是看那個 能不能run的下去而已啊 對 那有沒有遇到被用 呃 收視率 收視率點閱率 我最近發音都不太好 呃 關切的問題 就是我們team還好 因為我們team是最小投資 所以我們就是做MVP 就是做 對 所以我們是一個實驗的狀況 那就比較不會被用收視率 收視率跟點閱率 關切的東西 好 呃 專題都很有趣 審視這些專案有什麼KPI 來讓下一個專案可以繼續發展 專案兼互有延續性嗎 呃 我們team其實沒有特別 我們都會看資料 然後會看數據 所以 呃 但這些數據不會拿來決定 就是呃 是不是要做這個題目 或者是接下來這個題目要不繼續發展的 最重要的因素 而是這些資料其實是在看 我們怎麼改善使用者體驗 然後讓接下來專案會比較好 然後呃 專案之間有延續性嗎 有啊 我們都會 欸 大家Follow一下我們粉絲業好不好 我們都會有那個小數據啊 然後就會把過去做過的專題 然後那個如果資料更新的話 我們就更新在那個Facebook上面 好不好 那記得按什麼搶先看 好 根據你的經驗資料新聞 欸 有助於了解資訊的脈絡嗎 還是大多停 呃 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一定不吸睛 好不好 如果要吸睛的話就是 閉公司的母刊比較吸睛 對 好 然後有沒有幫助讀者了解 我覺得這個呃 我說不準啦 我說一定有啊 不然我幹嘛做 啊 要你們說才準嘛 好 提到新聞 這個剛剛回答過了 未來有什麼想要嘗試的方向或目標嗎 就是 呃 最大的目標就是要讓大家可以付錢 然後我要 我希望 我自己的希望 我希望 呃 可能是可以 呃 不靠公司支持 就是可以自給自主的一個媒體這樣子 那 而且我希望這個沒這個精靈的模式是可以被複製的 所以那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说 党政军或者是任何的集团老板 都介入媒体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摆脱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去抱怨说 就是哪一个集团后面有什么资金 而是如果大家不愿意出钱的话 那就是刚提到 就是会有人帮你出钱 对 好 武汉肺炎甲选学一整片弹出图表 其实我不知道在讲哪一个 但我可以讲一下就是 通常我们在讨论形式的话 就是对我自己来讲 这个明天早上还会讨论到 就是有一个panel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 对我来讲就是 每一个专题其实都是一个创作 刚刚最前面 Hawel有提到 就是我其实有在做摄影 那我做摄影师就是摄影创作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每一个东西放在那边 为什么要这样放都有它的原因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的原因 然后我觉得有道理的做法 然后但这个就跟艺术一样嘛 就是我发出讯息 但看得了有没有接到讯息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最近发现reader单一图表系列 这一图表系列 好 这个很不错啊 这个有follow 为什么会做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 就刚提到我们做一个专题大概是 最快的话 当然一个月 但是就是一个月就是一般的文章 就是有 有字下的一般文章 但如果做专题的话 大概是 大概都是一个月起跳 然后我们team的记者非常少 两个全职的记者 一个是 然后再加一个记者兼社群编辑 然后一个记者兼 专题制作人 所以大概有三个人力左右的记者 所以你想想看嘛 就是一个人如果要做一个月的话 一个月可以出多少专题 所以文章量实在太少了 所以我们就是 然后大家又不按抢先看 所以我们只好就是 对 出一下怪招 那就是 那个是增加po文的数量 然后增加大家进来看的动力这样子 不过有时候发现就是 其实效果有点不太好 所以最近有可能要改变 好 除了在reader之外 进传媒用到什么 有缺急速reader怎么做ranking 这个非常有趣 这个明天会讲 所以 好 稍微讲一下 就是recommendation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有趣 然后 但是 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做AI的话 大家就会有感觉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耗费人力财力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好像听起来 就是推荐系统所有人都在做 所有人都在做 但如果你要做得好的推荐 其实是非常耗费人力跟财力 就是尤其是你光TPU机器开起来一天就是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光进就是进网站一天的log 我们大概就是几居起跳 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些的分析 然后做machine learning的话 那个 那个真的很可观 会有政府或企业出钱 新闻写 目前还没有 但有一些我们会跟NGO或NPO合作 对 目前的状况 制药新闻跟发展订阅是关联性 这其实两个是独立事件 对 那做这些新闻是希望大家可以重视新闻这件事情 就是 就大家一直骂说 就是什么 小时候不读书 长大当记者 但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现在的环境因素 你知道就是 当现在的business model 就是靠pageview来看的话 那一篇 一万的pageview跟十篇 每篇只要 随便五万的pageview来讲 那其实那个效果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产量多就获胜嘛 对 那如果大家都一直 一直觉得这件事情 不用被改善的话 那它就会继续恶化下去 所以 但是自家新闻就是希望 就是文章真的很长啦对 然后每次跟记者讲 记者就双手一摊 他们也没办法 好 但非常重要就是当你重视新闻 愿意去把这些东西看完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说 以后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或这些东西都 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做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们在做自家新闻的 一个 想法 或者是一个希望可以达到的事情 但订阅制是另外一件事情 订阅制就是希望让大家付钱 但 其实我最近对订阅制越来越悲观 那 对就是 稍微讲一下 我其实超过时间 就是 我原来是相信订阅制是有机会的 但是最近发现 订阅制越来越没机会是 你竞争的不会是只有 媒体跟媒体的竞争 因为你媒体要跟所有订阅制竞争 就是你一个月 你会愿意花多少钱去订任何东西 比如说Google Drive 比如说 iCloud Spotify Netflix 接下来还有HBO 对 还有什么Apple TV 就是你要竞争的不是 不是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竞争 不是这件事情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都要跟 Apple TV去竞争 所以 这个是可以再继续讨论的议题 好 没有了 好 没有了 好 谢谢 我记得要贴纸的可以来跟我拿 谢谢 好 记得要关注订阅抢先看 可以的话再按小铃铛 如果小铃铛的话 好想工作室也要抢先看了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会休息30分钟 但是我们刚刚有稍微delay一点 所以记得3点半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回到这里 然后记得我们厕所的话是必须要绕出去 它是在那个角落 那我们3点半再见